在中国的历史上,有很多的皇帝,2000年的帝王制度中总共有400多位皇帝的出现,不过这些皇帝还是有差距的,有的皇帝是非常会为了自己的国家臣民考虑,他们兢兢业业非常的勤勉,一辈子都是在为了自己的国家臣民在努力,但是有这样的皇帝就有跟他不一样的。 有些皇帝是非常的荒淫无道的,让朝廷里面的人对这个皇帝非常的不满,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刘骏,刘骏的父亲是宋文帝,宋文帝交涉淫逸,后宫嫔妃众多,刘骏的母亲陆惠南就是其中一个姿色出众的妃子,陆惠南并非皇后,所以按照当时的制度,刘骏长大后会被封到自己的封地,去自己的封地就职, 陆惠南因为得不到宋文帝的宠幸,就跟着儿子刘骏一起前往封地生活,母子二人相依为命,对酒消愁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,所以刘骏产生恋母情结,甚至有了另外一种感情,刘骏也时常强调和压制自己,说陆惠南是自己的母亲,不能有非分之想,可是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烈,刘骏通过自己的努力, 地位也一步步提升,兵权在握,在刘骏评判边境的时候,京城传来消息,说太子刘绍是军夺位,既然如此,刘骏想着太子登基之后,前去表达自己的忠心,然而刘绍却秘密联系刘骏身边的将领,想要除掉他, 好在这个将领将一切都告诉刘骏,刘骏怒火中烧,决定联合其他藩王讨伐刘绍,这一路来的也比较顺利,到了京城,刘骏杀了刘绍, 自己登基做了皇帝,也就是宋孝武帝,做皇帝之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将自己的母亲陆惠南接来皇宫, 以前不是皇帝,刘骏会有些束手束脚,但是现如今,自己贵为天子,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,于是开始为所欲为, 甚至压制不住自己对母亲陆惠南的情感,经常往陆惠南的寝宫跑,有时一连去上好几天, 其他大臣也都敢怒不敢言,魏叔,对此曾专有记载,骏淫乱无度,争其母陆氏,会无之声,不于欧月,历史记载,刘骏生性残暴, 不仅乱杀无辜大臣,还残杀了自己好几个儿子,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,与母亲陆惠南长期相伴,自身极度寂寞, 当上皇帝之后,只要是有几分姿色的女子,无论亲叔贵贱,都会照进宫内玉姓, 有时看见陆惠南身边的宫女,都会强行霸占宫女,而陆惠南也宠溺刘骏,从不禁止劝阻,刘骏最荒唐的就是, 强娶自己的四个堂妹,刘骏做了帝王之后,当然是少不了收懒美女补充后宫,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刘骏竟然对自己的堂妹心怀不轨, 而且还都是自己亲叔叔的女儿, 而且她的四个堂妹,确实长相不凡沉于洛艳, 所以看到这些角色没人刘骏,更是顾不上什么道德伦理强取了回来, 就连弃他不过的亲叔叔,也在讨伐他的时候,不幸去世, 在这四个堂妹之中,刘骏最喜欢的就是殷书仪, 刘骏毕竟也知道自己做的事,是大逆不道,有为礼仪廉耻的, 所以就将这个堂妹改了姓氏,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, 刘骏对她是非常一次可以说是独宠, 而殷书仪也为刘骏生下了五个儿子, 可以说殷书仪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, 刘骏对她的热情从未有过丝毫衰减, 但是殷书仪因病去世了, 在我国古代,近亲结婚同样也是不允许的, 虽说古代经常有表哥去表妹, 不过双方之间并没有最直接的血缘关系, 但是堂兄弟之间,堂兄妹之间, 亲近是完全超过了表哥表妹的, 可见刘骏太计不择时了, 其实刘骏刚刚上任的时候也是一位好皇帝, 这是刘骏在位的功德却并不多, 或许是因为安生日子过了久了, 刘骏就越发觉得既然已经坐上了皇帝的位置, 就应该和其他的皇帝一样坐拥天下美人和荣华富贵, 不过刘骏还是有一个优点的, 那就是不使乱中气, 王献元是刘骏少年时就喜欢的女子, 刘骏坐上皇位之后将王献元封为了皇后, 哪怕刘骏还宠幸很多女子, 却依旧和王献元生了六个孩子, 不仅生在一起死还葬在了一起, 如果不是因为和母亲以及堂妹关系暧昧的话, 刘骏也不会被认为是昏庸无道的皇帝, 刘骏出生于原家七年, 从小比较聪明, 看书都是一目七行, 学习效率非常高, 而且他能文能武, 文, 才早甚美, 武, 长于骑射,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, 其九岁时任征鲁将军, 都督香州诸君士, 香州次使, 监管石头树事物, 十岁时生千为史池节, 都督南御御私庸并武州君士, 南御州次使, 将军之职赵九担任, 负责石头树防务, 十四岁时千秦州次使, 晋升为辅军将军, 其实这都是常规操作, 毕竟身为皇子, 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宋文帝对他的器重, 而他真正表现的时候, 是他十五岁的时候, 原家二十二年, 雍州次使刘道产病死后, 辖区内的蛮族纷纷造反, 宋文帝将刘骏外调为雍州次使, 指挥评判, 于是在沈庆之, 朱修之, 柳元景, 宗雀等将领的辅助下, 刘骏用了三年时间完成评判, 并且兴修水利, 确保了雍州连年丰收, 可以说, 刘骏这次表现非常完美, 赢得了声望, 虽然他只有十五岁, 却十分老练, 所以更加深得宋文帝器重, 而他表现最强眼的, 还属镇守彭城石, 对北魏军队的作战, 原家二十七年, 北魏太武帝拓跋涛亲率大军南亲, 攻占汝阳, 直奔玄户, 刘骏奉命带领一千五百兵马偷袭汝阳, 杀死北魏军三千余人, 烧毁大量自重, 并且营救了大批被魏军掳掠的宋敏, 虽然由于没有后援, 刘骏被北魏军队反击而损失惨重, 但是因为烧毁北魏资重, 缺少粮草的拓跋涛, 在悬护失利后, 不得不撤兵北归, 北魏军移退, 宋文帝急忙下令, 趁势兵分三路大举北伐, 结果东陆军溃败, 魏军南下反攻, 再次深入宋境, 刘骏镇守的彭城首当其冲, 面对北魏大军, 城内人心惶惶, 驻守彭城的宋军主帅刘骏的叔叔刘义公, 也打算南逃, 刘骏力鉴劝阻, 才使得他同意坚守, 在刘骏的指挥下, 腾城军民重置城城, 使北魏军多次失利, 不得不绕过腾城南下, 后来北魏军北归, 刘骏请求偷袭北魏军队, 刘义公畏首畏尾, 并下令不准出城, 后来宋文帝下令出击, 刘义公才同意刘骏偷袭北魏军, 但北魏军早已逃之夭夭, 由于一物战机, 刘骏被降职, 但不久就调任荆州, 负责平定沿江群蛮的叛乱, 袁家三十年, 京师突然发生变乱, 宋文帝被太子刘少尸杀, 面对此变, 刘骏知道机会来了, 他调回平叛大军, 在江州起兵, 率军讨伐刘少, 并发布讨逆席文, 得到其他方阵的支持, 所以进展顺利, 一路顺流而下, 很快就攻到了京师建康, 破城前夕, 刘骏在建康城南的新庭称帝, 成为刘宋第五位皇帝, 第二天, 刘少被擒杀, 刘骏即位之后, 首先平定了荆州刺史刘一轩的叛乱, 并且开始打压宗室, 并任命大将为各阵刺史, 维护了中央政权权威, 政权稳定之后, 宋孝五帝开始施行一系列改革, 涉及到政治, 经济, 刑法, 宗教, 君治, 礼乐等方方面面, 提起改革, 可能许多政策是在原有基础上, 进行调整和优化, 但刘骏的一些举措, 是开创性的, 如设立了台船机构, 加强中央财政, 开南朝台船机构, 和台船御史监查, 地方财政之先河, 在刑法上正式确立了最早的死刑复合制度, 实行南朝民决制度等等, 在军事上, 宋孝五帝还成功击败了北魏军队的入侵, 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, 宋孝五帝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帝王, 但为了巩固地位, 大肆诛杀宗室, 显示了其残暴的一面, 而宋孝五帝统治后期, 一改前期勤政的风格, 开始就要自满, 大兴土木, 好久奢靡, 贪财好利, 荒淫无道, 刘骏甚至毁掉宋五帝住过的小破屋, 刘骏十分好色, 不管在什么地方, 只要有看上的美女, 就直接霸王硬赏宫, 有时候, 其在生母陆太后的寝宫临姓宫女, 被人误解为与其母不清不白, 并写入史书, 刘骏惊虫上脑, 甚至不顾伦理刚长, 他的叔叔刘亦轩有几个女儿, 长得十分美貌, 刘骏便把他们都纳入后宫, 为了掩人耳目, 还把他们改姓阴, 以色众人之口, 正所谓众斗得斗, 众瓜得瓜, 刘骏好色之徒, 其子刘子叶, 其女刘楚玉, 更是清出于兰, 而胜于兰, 成为笑谈, 这是后话了, 大明八年, 刘骏因为酒色伤身, 在玉竹殿突然驾崩, 十年三十五岁,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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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